世界杯会诞生新冠军!克罗地亚命硬坚可怕!法国要小心了! 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比赛开打,最终克罗地亚依靠佩里希奇和曼朱基奇的连妹进球,以2-1逆转的英格兰,历史上首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对手将是高卢雄击法国。 由于克罗地亚从未夺得过世界杯冠军,所以俄罗斯世界杯有望诞生新科冠军球队。 即便俄罗斯时间要迎来决赛的较量,但这届世界杯还是给媒体和球迷一种冷门的印象。 因为从小组赛一开始,就经常出现了冷门结果,其中当属未免冠军德国首轮爆冷输给墨西哥和小组赛最终出局最为明显。 而到了淘汰赛阶段也是如此,西班牙在16强淘汰赛被俄罗斯淘汰,巴西在8强淘汰赛被比利时淘汰等等。 而在德国、西班牙、阿根廷、葡萄牙、乌拉圭和巴西等夺冠热门球队都没有打进4强后,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含金量变得不高。 因为4强球队里,只有法国和英格兰拿过冠军,并且各一次而已,而比利时和克罗地亚之前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分别是第4名和第3名,也就是两队都没有打进过世界杯决赛。 既然俄罗斯世界杯冷门不断,球迷也期待是不是真会冷到底。 结果,格子军团还真的让俄罗斯世界杯再冷下去,用逆转的方式直接淘汰了三师军团,昂首打进了世界杯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从16强、8强和4强三轮淘汰赛里,克罗地亚都是踢满120分钟才最终取得晋级资格的,足以可见命硬的同时,还带着可怕的实力。 而看到克罗地亚创造奇迹淘汰英格兰杀进决赛后,必然会让已经率先进决赛的法国有所警惕,虽然整体实力上法国还是占据优势, 但克罗地亚连续三轮再淘汰赛的命硬,也会让比赛什么结果都会发生。 这场决赛的对决,将于北京时间7月15日晚23点开打,届时后是高卢雄姬胜出第二次夺冠,还是克罗地亚成为新科冠军球队,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